你知道多少人欠我跟你分手吗 果然 过去的事情 永远都过不去 哎呦女朋友啊 叫张张若若是吧 我认识啊 他跟我哥们在一起住了五年多呢 最后还是分手了 可能性格不合吧 我劝你一句 这种姑娘和二婚没区别 这么多年感情还会分手 说不出来还有什么毛病呢 哎嫂子吃鱼吗 啊他我都行 你不是不吃鱼吗 你别跟他客气你自己看看菜单 这是怎么了 我去下洗手间 我上次看你特别喜欢这条项链 我就给你买 你戴上试试 我不戴项链 你退了吧 你是不想戴项链 还是不想让我看到你脖子上的疤 阿强 我 你还想瞒我到什么时候 你知道多少人欠我跟你分手吗 不让慢点 拜拜 是不是个男人就能有说有笑啊 不是啊 就是同事 明天赶紧把这破空倒死了 哎就这两天又吵又闹了 真会气 怎么一身药味啊 一个巴掌拍不起啊 哎呀可怜之人必有可恨之错啊 就是就是 果然 过去的事情 永远都过不去 你很介意吧 我当然介意 我介意 我为什么不早点认识你 还疼吗 说不准啊 还有什么毛病呢 怎么 当时你在场 别把什么错都推到女人身上 这个催里边 全靠若若逻辑清晰啊 若若真的太厉害了 太牛了 太厉害了 我们只是说工作 但她是我同事 若若在公司啊 都可以由你照顾 早一起吃个饭 对不起 是我出现的太晚了 伤疤只是过去的痛苦 但是我愿意和你走向未来 你愿意 相信我一次吗 优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